2019年11月12號下午的4點就快了 收市了 恆指今天終於飽升了三個多 被27000點壓住 27000點 既然今天跌得上來 是否昨天升了九十幾點呢 因為前頭都升了差不多四九了 星期二那天 星期一那集節目建議 如果你賣恆指的話 買牛證 各樣星期二等它低一點的時候買 如果買到就起碼有四百點的袋 前幾天建議那幾隻都很理想的 包括前一集節目應該是星期一那集 留意騰訊 是不是 騰訊今天升了十元 騰訊上來 列口 騰訊的圖我講過 介紹過 一浪高一浪的局像就會令到它很大機會 踩上來的 騰訊踩上來當然恆指現在受惠了 整個圖畫基本上都挺像 這個禮拜初 禮拜一那個節目 我講的路線圖都挺像的 所以 接下來會挑戰二萬七千二和二萬七千四 我覺得二萬七千四才是那個增長 所以從現在倒上去都還有四百點 我覺得這四百點都應該會穩陣的 應該會穩陣 去到二萬七千四才再另作別論 二七四是另外一個上次的阻力位來的 當然二萬七千二就是剛剛對上一次上升恆指的時候的頂位 但是我覺得破機會高的 作一個假突破 升高兩百點 那哄一哄這些人是不是真的夠子彈再推上去 如果不是 就去到那些位可能 就會出現一個調整 在二萬七千四那裡調整低一點都可以的 但是現在買上去的那個也挺肯定的 就是從星期一那天建議 禮拜二可以買回來至現在 應該去到二萬七千四前這一陣子 這個單邊也應該挺確定的 也挺確定的 另外就過股 過股 昨天建議買兩隻股票 那很壞的那些TED 那些TED寫得不juicy 就少一些人看 寫個號碼出來就多些人看 昨天其他人特意不寫 不寫就因為在那個節目裡面去到後期 才有兩個號碼 一隻是354 一隻是884 那354今天就最高升到一成 那今早我們也有些客人 在WhatsApp說 喂 走不走啊升到一成 我說單邊的一隻股票升到一成 當然走啦 還用想的 我說不是 自己決 自己想都想到 一隻股票一升一成 但是你真的重視再後再升 你還是會回些才買得不遲 884就差點 曾經跌過1% 不過仍然那句 鹽手止虧 放6元 6個日 那354中國軟件 那一天就 你想吃虎的 那就吃虎吧 升一成 我都叫人吃虎吧 升一成就不走 一天升一成 那另外呢 就前一天 12月9日那天 就3993 2018那些 就是2018 今天再升 那今天有一隻很特別的 就是1478 那你申報呢 1478 很久之前已經買了 今天就平了倉 那剛剛最高升了 14% 那其實我買的時候 我在節目應該有講過 大概我是11.3買的 那都是 為什麼走呢 就不是看差這個行業 這個行業沒有變 就是瑞昇 煎釀三寶 我講過 上兩個禮拜在外景 在大阪外景的時候 都要大家注意 這三寶 1478 這個瑞昇 和這個 順雨光學 尤太科技 這三隻 那就 因為都升得很急 和很快 那我就覺得 等它先休息一下 尤其是瑞昇 和這隻1478 突然間 今天發爛 那我就覺得 可以先吃虎休息一下 那另外最匹利的那兩隻 和諧汽車3836 和這個6189 今天剛才你看到 我在Facebook 我都發出來了 好像馬拉人不住的 每天升 今天又升 哇 又升幾百% 買了一隻恭喜 好啦 那今天呢 就大致上 簡單單單 恆子應該再會挑戰高些位 騰訊應該再高些 騰訊應該可以 從這個位置再升多 大概百分之五左右 我覺得 那所以 今天建議這隻牛鎮 牛鎮今天升了一倍 那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是正股升的話 還會繼續 那牛鎮 這個 七零年騰訊 這隻牛就是 六三四五百 那斬頭位是 332 最接近的 那我來的新婆不正 就沒有所謂 那就 剛剛都買了少少 那 目標看騰訊 上了350元 就是成虎的 這隻牛 所以今天呢 都是撕了一段時間 那堆貨 不過呢 就轉一下組合 那 記住也講講一句 嚴守指示 看我們trading的座右明 好 今天就這樣